好,来看一下提要152 我们想要知道hyperbolic cosine函数 它的拉式转换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要念成coshat或是念成hyperbolic cosine 然后拉式转换的定义我们再介绍一遍 就是把函数f乘上一个指数衰减的函数 然后对里头的t变数做0到无限大的线积分 这称作是函数f的拉式转换 也就是底下这个过程 这个框框所表示的这个积分的过程 可以用一个l加大瓜乎的代号来代表它 也可以把它表示成跟s有关的函数大f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那个coshat的拉式转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把拉式转换的公式再拿出来看一下 这是拉式转换的公式 然后把里面的f换算成cosh函数 这里面我们把cosh函数放到定义式里面来之后 接着把那个cosh函数跟指数函数的关系带进来 有许多读者可能不太清楚那个cosh函数跟指数函数的关系 这要稍微认识一下 最好能够把它记下来 就是二分之一的指数函数的at次方加上指数函数的负at次方 然后现在这里是一个相加在积分的运算 我把它改写成计完分之后再相加 有一部分的积分函数就变成 exponential的at次方跟exponential的负at次方 各自做完积分再相加 意思是这是一个指数函数的at次方的拉式转换 后面这个是一个指数函数的负at次方做拉式转换 那指数算数的拉式转换我们有介绍过 就是s减掉a的导数 把这个套用在另外一个指数算数的负at次方身上 那就后面变成s加a的导数 合并之后就变成s平方减掉a平方分之s 好然后确实我们这边的那个 这个积分转换的过程当中 之前在谈那个指数算数的拉式转换的过程当中 有提到说s减a一定要大于零 现在因为有用到指数算数的at次方做拉式转换 所以这个一样要满足 那后面那一个的话就会改写成s加a要大于等于零 这两个的条件要取或的关系 好 结论的话就是扣学函数的拉式转换是s平方减a平方分之s 这应该把它记下来 好然后如果多乘上一个5怎么样 其实多乘上一个5就是把刚刚的答案再乘上5就好了 好那这是根据刚刚的那个过程再做一遍的说明 那其实也可以直接套用已经知道的答案去乘上5 就是coshat的拉式转换是s平方减a平方分之s 在乘上5之后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好我们现在又多介绍了一种函数的拉式转换 称作coshat次方 好这个有提到它的一些限制条件 因为a有可能大于0 a也有可能小于0 所以我们这个就同时放在上面 好然后 我们这边 所提到的s加1大于0或s加1 s减a大于0 其实它是可以做得到的 只要这一条反转换的那个路线积分放在这个右边一点点 所谓的放右边一点点就是说 让所有的那个几点都能够落在积分的左手边 积分路线的左手边的话 那这样就可以了 好所以这应该是ok的 只有那个限制条件并不是说达不到的 是可以很容易达到的 好这是我们第六个需要背下来的公式 好了这边看一下koshat的拉式转换 koshat我们要研究它的拉式转换是什么的话 我们先从定义开始好了 好因为我们说一个函数f要做拉式转换的话 它是把这个函数f先乘上一个指数函数 在对里头的t变数做0到无限大的integration 好所以 针对这个koshat的函数做拉式转换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改写成函数f是coachat 然后再乘上指数函数 然后对替变数做integration 要提醒那个读者的是说这个kosh函数它的定义是什么 好koshat它的定义是二分之一的esponential的at次方 加上esponential的负at次方 好这是那个kosh函数的定义 我们有看到一些学生他们在写这个kosh函数的时候 以为说它是cos函数 其实不是 kosh函数是kosh函数 cos函数是cos函数 例如我有看到有同学如果出一个题目 问他说kosh x做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把它写成是cos hx的话 那就不对了 这个不是cos 如果是写这样的话 正确的写法写一下 好cos x的话 正确的写法是二分之一的esponential的at次方 加上esponential的负at次方 好不是cos hx 不是 是要念kosh x或是hyperbolic cos x 双曲线的余选函数 好 然后现在就把这个双曲线的余选函数 它跟指数函数的关系带进来 好是esponential的at次方 加上esponential的负at次方 好 然后后面要乘上另外一个指数函数 然后对t变数做integration 然后我把外面的指数函数乘进来 然后变成相加函数再做积分 那我想把它改写成 积完分之后再相加 也就是改写成零到二分之一提到外面了 零到无限大的积分 好 前面的函数是esponential的at次方 跟esponential的负st次方要积分 后面的话是二分之一的零到无限大的integration 然后这个的话是esponential的负at次方 跟esponential的负st次方相乘要对t变数做integration 好 那我们学过的拉式转换的一些基本公式之后 知道说这个是 那个叫做esponential的at次方做拉式转换 这个称作指数乘数 指数乘数的拉式转换 esponential的at次方做拉式转换 好 另外一个的话是 esponential的负at次方做拉式转换 好 然后我们再利用一下 之前背过的公式 说指数乘数的拉式转换 这个是变成s-a的导数 好 另外一个的话是 s减掉负a 就相当于把前面的a改成负a 那如果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的话 那就写成s加a了 好 再把它合并一下 好 二分之一的 s减掉a乘上s加上a 好 然后这边就是s加a 加上s减掉a 好 a消掉之后还有2s 2s跟2消掉之后还有一个s 好 然后分母的话再把它拆开变成s平方减掉a平方分子s 好 我们算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来的 这是应该把它背下来的 那提醒一下就是说 我们这边啊 当初在推指算数的拉式转换的时候 有强调说对第一个指算数来说的话 s减掉a要大于0 对第二个指算数的积分 只是把a换成负a 所以是s加a要大于0 这两个同时满足 好 然后如果你要看五倍的hyperbolic cosine函数做拉式转换的结果的话 只要先引用刚刚的结论 好 因为我们刚刚有一个结论 就是那个coshat的拉式转换 它是s平方减掉a平方分子s 所以5倍的coshat 只是把5乘上来而已 它就是s平方减掉a平方分子5倍的s 这个应该算容易了解的一个概念 好 先到这边